我们已经做完了这个结果 这个公式 如果假设你怕做不出来的话 我也要把它贴到云端 这边 我要把它K2 K2里面的最后结果的这一串 你可以把它Ctrl C 然后贴到哪里 其实就贴到这里了 我就把它贴上好 就这样子 这个是最后Final的公式 就这么长 那这两栏的资料 就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就是我们要的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就刚刚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公式 直接帮我变成一个 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的名称 也许叫什么 也许叫入接到函数 那以后呢 我们假设下一次还要用的时候 就不用写这么长一串 只要插入一个函数 叫做入接到函数 直接给地址 他直接就给我结果 这样更好 有没有 那可是问题哦 你要怎么样产生这个函数 那首先当然你就要想到VBA OK 那以前 哇 这个应该没有一定的功力 写不出这个东西来 哪怕有一点功力也写不出来 OK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想到什么 想到CHALTGT 那很简单嘛 将来哦 如果你要把一串很长的公式 变成一个VBA 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取消 然后贴给那个CHALTGT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哦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Q 有没有 将公式 有没有 以前有公式 就这一串 就刚刚这一串哦 然后后面跟他讲说 帮我改为VBA的方选程式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特别强调方选 那跟各位讲哦 VBA的形式哦 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叫方选 它的使用方式 跟内建的函数 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你的执行 是可以从这个地方被执行的 OK 这第一种哦 VBA的形式 那第二种的话呢 它就不是从这边执行 而是有一个按钮 当你按下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全部的公式执行 那个叫SUG 目前我们假设啦 我们需求 刚刚同学的叙述应该是 希望增加一个 方选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 产生这个方选看看 然后 我一样我把这一段 那 我就直接把这一段呢 直接丢给那个 TrugGT看看 不过他这边显示 那个已经砸到上限了 里面应该不影响 因为我们这个问题不是 延续上面的 如果延续上面 他可能接不下来 那因为我这边等于是一个新的问题 主要是什么 其实重点就是说 帮我把一串很复杂的公式 写转应该算转译吧 转译成VBA层次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 很简单 OK 那以前真的不简单 以前光你要把这东西写 哇 那真的 那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执行看看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他看一下 你可以将这个 你可以哦 可以表示说 他应该写得出来 OK 转换为VBA的函数 他也懂了 是VBA函数 所以以后 你这边 你给他问题 你也必须要叫方选函数 如果你假设 你怕这个方选你拼不出来 你干脆就写成VBA函数 也可以 他应该也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叙述 你可以用他提供的语法去表达 所以以后你说老师 那他的语言我不太熟悉 没关系 看他回答你的 你用他回答的问题去给他 他就会比较清楚 OK 然后他说什么 这个函数会根据 找到的关键字 位置 提取指定范围 对嘛 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如果假设他的repeats 他给你的回复 是你想要的 那理论上下面写出来程式 差异就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他给你的 好像不是 他好像错误理解我的意思的话 那可能你就修改一下 OK 不过因为公式 这已经很 所以最后的话底下就写出来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方选 他的开头一定叫方选 尾巴的话一定有个end的方选 所以他的头跟尾你就要知道 那并且 他方选后面有个名称 叫这个什么 address 反正就是取得那个地址的某一部分 某个 然后中间会需要传一个参数 叫address 那就地址 所以你给地址 他帮你取得你要的东西 好像没有错 好 再来的话哦 就是如何用 用的方法 如果你以前有学过VPA 应该比较没问题 第一个的话开发人员 不过如果假设你们电脑哦 没有开发人员的话哦 记得哦 你可以从上方的箭头 其他命令 找到制定功能区里面的开发人员 把开发人员打勾了 这个我想 可能要自己找一下 OK 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这边哦 这个中间有个其他命令 然后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然后呢 打勾之后的话 上方才会有开发人员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电脑没有的话 你就不要自己把它打开 它不会预设的打开哦 OK 按确定 切到开发留言之后 有个visual basket 那很简单哦 以后如果你要把 那个方向加进来的话 记得请你在 这一个空白处哦 按右键 就是这一块 反正就是在这一块 任何地方都可以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把程式贴到模组就OK了 试一下哦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你说老师 那我不能贴别的地方 就是不行 不要贴错了 贴错不会 不会执行 OK 然后呢把刚刚的程式贴上 我刚刚是不是有贴 我看贴上 不对没贴 按一下复制程式 再来就是直接把资料贴到这个空白处 记得是模组里面 好 那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应该不用改了 反正贴上就OK了 就这样而已哦 那程式要不要写 程式不用写了 以前最难就写这个了 所以以前我们在教方权的时候 真的就是自己写 所以光写写完 很多同学都已经快要不行了 OK 感觉好像已经快要断气了 就感觉 好 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记这么多英文 然后里面好多好多东西 而且写完就算了 最后还错 错又有bug 又要找bug 那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 有AI真的太幸福了 好了 接下来重点来了 什么事都没做 那能不能walk 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执行 第一个哦 你要放哪里 记得放模组里面 OK 不要记错 OK 二的话呢 那如何执行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跟一般的函数一样来用 我们怎么用 我先把旧的删掉 所以这个时候旧的就 跟着保留 再复制一下 所以我的习惯是 把原来的工作表再复制 复制习惯是拖拉 复制习惯是拖拉 加上Ctrl键 然后再放开 放开滑鼠的左键 这边就有2嘛 你可以把它改成VBA 点两项 改个名称 叫VBA 前面是原来的公式 后面呢 就是VBA 然后把这边删掉 删掉的话是 游标放这边Ctrl-Sub向下 Ctrl-Sub向下 Ctrl-Sub向下就选到 按Delete 然后游标放H2里面 这个时候呢 插入函数的时候 那你说老师 那那个在哪里啊 记得类别里面 找到使用者定义 就会有它了 OK 好按确定看看 剩下来的话 我不确定它会对的 不过我就把地址给它 它就得到了厦门 好像有比较对了一点 但是好像城市不对耶 城市有bug嘛 我刚才确定 厦门向下填满 少个字 怎么办 不需要嘛 加一就好 没关系 你可以再请它修正 或者是说你自己看 那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自己改 可是问题 一般人应该没这个功力 所以你可以再跟那个 Ctrl-Sub跟他讲说 底下什么 地址少个字吧 其实你不用讲太多了 我发现他都懂 他都懂 对 他其实还蛮有灵性的 如果地址少一个字 他说稍微调整代码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不喜欢看城市的人 你就直接跟他讲 地址少一个字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喜欢看城市的人 你就慢慢看吧 你可以找得出来 但是很类似真的 OK 不过我一般是属于不喜欢 那就直接复制 好再一次 所以再把这个城市 重新delete掉 重贴看看 好啦 什么事都没做 不过我们假设 一般是不太喜欢 那这个时候 你直接就是把它打个勾就可以了 打个勾 看还是没修正 还是说我再把它 重新再插入一次 我看看名称他会有没有更改 他一样这一个 厦门还是错 所以这为什么会这样 那再问他一次 要不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因为你没有付钱 这有可能 因为你没有付钱 所以他给你错误的 对 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请你付钱 所以如果还是不行 还是少一个字 再跟他讲 问题是他会正确的 只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不然的话 我们干脆自己改算 OK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那看是要自己找 所以这个我想就 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 最后再来看怎么办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我知道了 其实 因为我 我云端上 有问过一次 有正确答案 所以如果 实在不行 你们可以 参考我云端 白板上面那一段 应该就是正确的 在第十四页 有个Function 这一个好像是正确的 第十四页一样 它这个有一个Function 或者你可以用这一个看看 我看一下 应该这个就是对的 这个也是错的 再改好了